- 又到了运动达人的时间了,今天有客户,也有西班,第一次不用我自己介绍自己,没办法,实在太friend了,所以呢,捉了你上来,因为我记得,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是做访问的,但你记不记得其实你上过运动版图的? - 你记不记得,你记得? risky. fact of price.你还记得,说到第十一期吗? years old, ago? 好似很久之前 你真的记得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知不知道谁是他 看看能不能找到 还有看看哪位观众是有存在 我自己有存在 你自己真的有存在吗 有 因为这本我们真是珍藏版 因为我通常有我自己都会存在 这是一个回忆 OK 我知道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是打羽梦球 很难知的 我们的香港代表队 你打了多少年? 我认为今年应该有16年 将近17年 17年? 比我更大 可能17年应该是16年 我正在想 你这么多东西不带 你带了这一块柠檬上来 有什么原因? 我打了这么多年 当然有时不时会换球板 其实这支球板是我最近 甚至这几年都跟着我 游历世界各地 训练和比赛 我也是持有这支 你说会不会打其他板 其实你说会玩我便会 但比赛是训练 我只会打这支 即是没有换球 我现在手头上都是一模 一样的版 不会有其他版 因为通常我们一个模特 就是会打这支 就会打这支 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模特 一起打 就是这支模特 就会打这支 现在就会跟着我 出生入死 上战场 你的好拍档 我帮你照顾他 以后交给我的 我打 其实在我们的集志 也好 在我们的节目也做过 其实十六年以来 不如说一下近这几年 有没有什么大转变 或者发生了什么 多年的阳毛球生涯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我意料之外的 怎样改呢 怎样说呢 因为我本身打完巴西奥运 本身是想着已经退役了 其实是4年前 我就想着已经退役了 因为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差不多了 年纪都不小了 而且也知道自己的能力 或者水平是去到哪里 还能否突破 其实我的心里也有一个答案 就是想放弃 也认为自己应该退役了 是一个我的师兄 就给了一些建议 甚至给了一些鼓励说话 令到我触动我的心 令到我不想放弃 还想继续要目合身 因为我觉得打球这件事 最重要是心 我希望心的热情 我还是没有减退 还是很轰轰的声音 还是喜欢打球 不想因为年纪的问题放弃 但是继续坚持我打球这条路 直到现在 所以转变就是 本身想要退役 就没有退役了 就继续坚持这条路 其实在当场里 也是很开心的 因为开心 至少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因为退役了 你知道的 不能回头了 你想继续打比赛 你想继续对香港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至少这几年 还是在做我喜欢的东西 还可以打比赛 还可以站在球场上 我已经赢了 这是我最大的转变 同时就是 当然在这个当中里 也有一些转变 就是我有个身份多了 就是做了教练 这个就是我兼职教练 一个运动员的同时 也是有一个教练 去帮青年军的运动员 去帮他们 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东西 去承传给下一代 这是很重要 因为在你身上 真的很重要 看到的就是 你无论是做什么 你都不会放弃 例如你要找些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个关不关事 就是狮子座性格 没错 八月宝宝 所以永远不放弃 也是在球场上 我经常会飞迫 为什么会飞迫 就是因为球未落地 我就觉得不想放弃 即是怎样只要不落地 我只要飞身 我都要救这个球 有些人说 你不通的 你明明这个球也很难接 但我觉得 如果球未落地 有任何方法 我都会救这个球 我就会想 飞下去也要救这个球 这个可能就是我的性格 这个真的是很硬正的黑妹 其实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 我看见你很软 脱皮 真的好像没有什么 有 有吗?我都没见过 有吗?我都没见过 可能你遇约的时候 你不知随着自己的时候 很想看到 一遇约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 也有的 因为你见过我有类物 其实类物是很容易哭的 不过哭的时候 当然不会让你知道 那给谁知道呢? 那我下次可不可以知道 可不可以打给我呢? 看看我自己是否愿意躺开 我心胸跟你说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 因为不开心的时候 也会喜欢自己一个 现在已经进步了 比以前就只是自己一个 什么都不想听 不想管 就自己躲起来 现在就算好些 好 这个很重要 好了 今天我觉得 除了说你的羽毛球 一些生涯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都知道你打羽毛球 但其实我想有一个测试 给你 我想做一个测试 但测试当然不会打球 打球是你测试我 所以我要跟你玩一个小游戏 那小游戏 很紧张 那小游戏 不用怕 即刻要去 不怕不怕 花姐 可不可以帮我拿一拿 谢谢 给我一个道具 谢谢 哇 十年都没有碰过的 吉他 因为我知道 其实你有玩一下 我还没给你一个测试 你立刻去试试 作首歌 给你十秒 我真的没有见过一支吉他 是这么细 因为就趁了我的人 其实很适合 出去选择的时候 用 其实我真的没有见过 我送了一个给你 你不用说了 你就知道我想怎么办 你想到没有 我想你作首歌 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 你准备好了吗 我也准备好了 我打算弹这个 那我们一起弹 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我是叶佩叶 叶叫黑妹 我最喜欢就是打圆球 你们喜欢吗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说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吉他神 我才知道你 你平时有训练过 我有训练过 虽然这样 我有弹曲的 你也会随便弹 我刚才有CG Mark A Mark F 我不是乱弹的 好 我们的观众们 来 先吞回我这边 我给你 谢谢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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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 不过很好 希望你接受 当然接受 但是除了这些 刚才你是自介的歌 有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你想讲关于音乐的东西 音乐其实很久之后 没有接受 其实我也很喜欢 只不过真的没有时间 其实我有想过 可以重复 因为疫情关系 不过没有那么多藉口 其实也是自己的问题 不过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音乐 吉他可能有太多东西 太久就没有接受 但是其实我之前有作曲 弹曲作词 弹曲作词 自己真的不懂 但我真的尽量自己玩 有没有出街的 没有 观众想不想听 我应该想的 是吧 有没有兴趣唱一唱 可以 如果你不怕我献丑的话 我不怕 但我又要再多次 我帮你弹吧 好 你就专心唱 好 谢谢花姐 麻烦 哎呀 那这首歌其实呢 我本身是 我没有听过的 我之前是看完一个活动 他们说 不知有关于歌 叫我作一作玩一下 我其实作了一支 不过没有给他们 我留了自己的楼链 就丢了在这里 第一次派台 可以这么说 有一两个朋友听过 但是听过 但是其实真的 你说这样出街 是真的没有意思 那大家听了 来的 让我一直看一看 我进谈 我进谈 我也伴供她 我只是唱首歌 然后等他们 如果想再听 就是PM 来吧 来吧 准备 时间匆匆的过去 人亦不失梦遇上 前路是永恆 若喝求便去醉 尋覓一生的最爱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其实还有 完整了 我也是尽力什么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很长 我唱歌 我真的都做了 整首歌 可能都有三四分钟 你投歌 你都没办法唱完 这是首几句 简单 如果想听的话 就DM你 如果想再听 第一次派台歌 谢谢你 希望大家献唱 不要嫌我 我真的没有学过作曲 我相信已经好 但说起作曲作词 其实打了16年球 我都知道你有很多 有玩过不同的事情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没唱歌 还没拍电影 但会不会自己 有这方面的兴趣 打球 或者有不同的想法 也有 因为很多事情都没试过 例如拍戏 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导演没有机会 其实我都没想过 人生真的什么都要试一下 如果不是因为导演 或者因为朋友的关系 我都没有机会 真的尝试到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开心 有这样的机会 终于和影后 楊千玛一起合作 我也是觉得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真的开心 所以我觉得 可以能够试到这方面的事情 也是一个机会 我都会不介意 在这方面尝试 始终打球打了16年 有什么都会试过 其实一直都喜欢打球 真的没有机会 尝试其他东西 其实现在可以 我都不介意去学多一些东西 或者试多一些东西 好的 即是一些新的生活 也可以试试 但又说回你打球 刚才你说过 又做教练 打球又有各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些打球以外的生活 自己有些想法去试去做 但是打球 有没有其他东西想要突破 或者要继续去做一些展望 其实我本身以为 今届奥运完 无论是否去到 我本身真的打算退 也有认真想过退 因为你知道疫情 令到奥运都推迟了一年 其实本身的奥运继分赛 是未打完的 原先是今年的比赛 奥运也好 或者奥运继分赛 今年应该完完 因为疫情还未完完 我觉得在我的角度里面 无论是否去到 怎样要完成奥运继分赛 我觉得一定要有头有尾 不想因为这样就放弃 所以我也想先完成奥运继分赛 暂时会在这两三月 会举办 实际是否真的可以 真的不知道 还是未知之数 所以只能够看情况 但我也想想看下一年 也会继续打 完成奥运继分赛 甚至可能能打一年再看一看 然后其他方面也是教练 我也有继续教练 甚至在外面做一个教练 同时我最近也做了一件 关于羽毛球的事情 就是开球会 叫做黑妹严慕球会 真的吗 真的吗 是黑妹严慕球会 刚刚开了 因为疫情 开了班 所以也是一个 准备筹划的阶段 因为开完会 也要准备一些 开班 然后也要做一些 很多东西 也要做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 去筹备 到疫情真的过了 才再做这件事 但起码才是开了会 我便开始去搞场地 或者开班的事情 希望在羽毛球这方面 无论在我完成打球之后 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延续 关于羽毛球的事情 这件事就很重要 永不放弃黑妹 现在有很多东西 希望你各样都可以做得到 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你令我最舒服 就是你会很开心 永远保持着开心 好吗 谢谢你了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 拜拜 拜拜 不是拜拜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